與去年3月底首次登陸一樣 馬英九先生和大九學堂的 臺灣青年們的此次大陸行 延續了兩岸都是中國人的鮮明主題 追尋中華民族悠久文脈 領略祖國大陸發展進步 感受兩岸同胞深厚親情 在11天的參訪行程中 他們先後走訪了廣東、陝西和北京三個省市 從軌跡圖上看 此訪跨越了祖國大陸的東西南北 如此遼闊的地域和多元的城市 讓他們收穫了許多珍貴的記憶 帶您來看第一站 廣東 這裡是著名的港珠澳大橋 歷史九年建設 全長55公里 使用年限至少可達120年 是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的超級工程 來到這座雄偉的交通集群工程 馬英九一行嘖嘖稱奇 忍不住追著工作人員問問題 這座花的多少 52萬噸 是的 是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世界最大規模的 鋼結構的橋樑 在我看來 馬英九一行 此時儼然已經化身為好奇寶寶 又像是青木已久的超級粉絲 帶著無數的問題試圖解開偶像的神秘面紗 而且 他們要追的偶像還不止這一個 更加的充實品味 在有中國硅谷之稱的深圳 馬英九一行參觀了大江 騰訊 比亞迪等全球重量級企業 近距離感受大陸高科技發展的脈動 大家都紛紛驚嘆 此行真是長見識了 還有臺灣青年自豪的說 我也有大江的無人機 大江 比亞迪這些大陸心智生產力的優等生 對於臺灣社會 尤其是臺灣年輕人 到底有怎樣的吸引力呢 我們來聽聽臺灣的陳鳳馨女士的觀察 心智生產力這個概念究竟落實到生活面 乃至於產品面 它到底會發揮什麼樣子的一個效應 我們現在正在一個一個檢視當中 我不太能夠確定年輕人 是不是能夠清楚地理解在這裡面 工程的進步性以及困難性 因為可能必須要花相當的一個地鏈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這個看起來好像 理所當然的公共建設 事實上來之不易 不過大江也好 或者是比亞迪也好 都是現在全世界矚目的全球第一的企業 那無人機的部分呢 那麼大江以全球市占率接近80%的這種市占率呢 它其實確實是獨霸全球 比亞迪現在也是全球矚目的 因為它的全系列產品 從最便宜的然後到最豪華的 那麼都對於全世界的汽車產業 產生了重大的衝擊 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 薪質生產力很重要的代表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才剛剛開始 我覺得年輕人其實看到了這一些 可能這個最好的工廠 全世界最好的工廠 這是之前的美國的前商務部部長 前一陣子參觀了中國大陸的一家工廠之後呢 回去所發出的潰態 他說呢 我看到了現在全世界最棒的現代化的工廠 我覺得這一些衝擊在他們心目中 將會對於Made in China 還有包括中國大陸 所代表的那個品質這件事情 開始有不同的想像 好的 謝謝陳鳳馨女士帶來的分享